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收到这个要再开说明会是6月27号要开辅方的说明会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在6月21号在行政院前面我们会开一个记者会 我们呼吁政府你不要继续用这种手段来逼迫老百姓 不然谁要死给你看 我希望你们就此把我们海口里的就停止了 希望你们以后对区断征收的手段能够改变改革 不能让这些律师一直义务的在帮老百姓 这些事情应该是由政府你们带头来做的 不可以再继续迫害老百姓不是吗 所以希望我们6月21号在行政院前的记者会 希望你们高抬贵手 把这个说明会挡掉了 不要再继续开了 因为这四个居落一直以来都是被剔除的 我在这里再呼吁一次 谢谢 谢谢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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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